我是Dr. Agnes 我会每个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跟大家做一个关于健康的分享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解的是那个胆固醇 我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 其实我们胆固醇方面有分为两大种类 就是大家简称的所谓的好跟一个坏的胆固醇 除了大家一般上的概念觉得胆固醇一定是吃回来的 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会制造出胆固醇 就是身体的比例方面有好跟坏嘛 说好跟坏它的分别是在于哪里 我们身体细胞每个细胞都需要好的胆固醇来做些什么呢 它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嘛 然后过后还有比如说一些维他命那种比较油性的油脂的维他命AD、EK 都是需要那个胆固醇的那个含量来制造 比如说一些身体里面的酵素跟那个荷尔蒙 全部都是需要那个胆固醇来做一个身体里面的平衡制造 只是说普遍上大家都觉得胆固醇是都是不好的 其实是有分两大种类就是好跟不好 很多人会觉得吃蛋黄方面就一定不可以吃蛋黄 如果我吃蛋黄的话我的胆固醇一定是超标 所以很多人的饮食习惯是他把那个蛋里面的蛋黄都拿走 就觉得只要我不吃蛋黄我就一定不会有那些三高的问题啊 我不吃蛋黄的话就拿来的那个三高 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是有一点错误的 很多人避开那个蛋黄的话 它的长期来它的身体因为没有办法好好的吸收那个胆固醇 它会开始有一些现象 尤其是女生的话 你们会注意到那个旌旗会开始比较不顺 日系方面不定 然后加上是如果是量的话 内分泌的量有时候会你看到很多 或者是有时候会触及的少 或者是会有一些不舒服 头晕啊 然后过后有一些呕吐的现象 如果是长期缺乏这个好的油脂方面 你们都可以从自己身体小小给你们一些提示当中 慢慢去改善自己的对食物的那个态度 不要偏移的去好像对身体做出一些好像刻意性的减肥 OK 就刻意性的压制自己不要吃某种食物或者是吃油都是不好的 就是这种概念稍微要改变一下OK 这种朋友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关于健康方面的 你们也可以inbox我们OK